作者潘雪冠老師對我的啟發也非常大 他沒有去過樂器行學過吉他 也沒有跑去國外讀任何音樂學校 在網路還不發達的年代 完全是靠自己的耳朵把琴彈到極致 甚至還能夠寫出這麼有系統的教材 讓我非常佩服 我記得我小時候想要彈電吉他 原因是因為聽了周杰倫的雙結棍 但一聽到潘雪冠老師的CD 人生的跑道就直接轉換了 潘雪冠老師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專長不只是電吉他或音樂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職業畫家 因此我常常覺得他思考一件事情的方式 都是從比較高的層次來解讀 比如說從藝術的本質去詮釋美術或音樂 其實這對我來說很震撼 因為我原本練琴是抱持著 一早練一萬變的匠人心態 因此我思考思路的層次就很低 就是把琴彈到好而已 但卻不去追問 形成藝術的條件到底是什麼 我是一直到很後來才發現像潘雪冠老師 會讓美術和音樂這樣跨域的互動 形成高層次的思維 真的讓我非常佩服 因此後來我花了非常少的時間在練琴 而是大量去接觸吉他以外的事物 因為我發現我的生命不能夠只圍繞著音樂 音樂只是反映出我的人生 若我的一生只為音樂而活 那我的音樂反映不出任何有深度與厚度的生命 理解這件事我接受了生命中的無常還有混亂 並且我也認為這才是音樂的本質 潘雪冠老師在這本書裡面說了一句話影響我到現在 音樂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 它需要的是靈活的思考 太多有創意的吉他手 將理論的規範和限制混為至高無上的準則 需從這個最高的主宰導致彈奏變得很深奕 其實你的彈奏只有一個最高的主宰 那就是你自己 再談疲 聲音樂 聲音樂 聲音樂